前一天中央战法委发的那个中国点火VS印度点火的图片火爆全网 右边那个点的是什么火就不需要我多说了吧 目前这场火是还在墙外不断的延烧中 咱们姑且就继续看着 而这一期视频呢 我主要还是想来说一说左边的这把火 左边点火的这个是长征五号B型运载火箭 4月29日他将中国的天空号空间站核心舱顺利送入轨道 这里稍微劈一下谣 我看很多人传天空号发射失败了 没有天空号是成功上天了的 只是这个长征五号B型火箭的一部分失控了 没有进入原本设定的能够落入海洋的轨道 这几天他正在围绕地球不断的打转 接下来会落到什么地方那就不好说了 但无论如何吧 在我看来天空号顺利升空对全人类来说都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听到这里各路反贼们千万不要激动 请立刻收起你点彩的小手 本人并没有要叛变革命 具体的理由我会放在节目的最后来解释 咱们还是先来看一下天空号的本身 这一次发射的是天空号的核心舱天核号 这是整个中国大型空间站计划的第一步 在2023年正式投入运行之前 还将会至少再发射10个航段模块 吹中阻存及一段核心舱两段实验舱的大型空间站 预计载轨驻流的航天员人数为3-6人 设计使用寿命为10年 总规模将会达到60吨级 未来还可以扩展至180吨 运行轨道为340-450公里 这一次的天空号可以算是凝住了中国航天多年以来的技术积累 就说这个核心舱码直径4.2米 树立之后的高度为16.6米 相当于一个五成的小楼 整体体积大于目前国际空间站的任何一个独立舱段 其实天空号上还使用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生化家太阳能电池液 光电转化效率高达30%以上 而传统的金硅电池通常只有20%左右 等到明年剩下的两个时间舱段组装完毕后 天空号空间站的供电能力将会达到100千瓦 而体量是天空号4倍的国际空间站 只能提供80余千瓦的电量 而且还必须得外挂散烈片 此外天空号上还配备了非常科幻的 大功率LTE100型霍尔电推系统 提具有比重高精度好寿命长等特点 这种发动机不需要使用固体或者是液体的燃料 因而省去了很多复杂的机构 既能大幅减少航天器对燃料的需求 又能够减轻航天器本身的重量 因此一年只需要发射一艘13吨级的天中货运飞船 就可以满足整个空间站的燃料补给需求 相比之下国际空间站每年则需要发射4艘货运飞船 总的来说天空号空间站对中国的再来航天事业 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从2011年天空一号升空到如今天和号正式开始空间站组建 中国航天局仅用1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苏联了15年的道路 人类历史上的空间站主要分为四代 单三单接口的为第一代 比如苏联的礼炮一礼炮二 中国的天空一天空二 而现在的天空号空间站则是跳过了第二代 直接达到了第三代 也就是苏联1986年发射的和平号空间站的水平 而国际空间站则是属于第四代空间站 其实400多吨的体量是天空号的4倍以上 这个我想大部分粉红应该也是承认的 不过也正如他们所言 国际空间站的使用寿命快用完了 而等它过几年退役之后 天空号将成为人类唯一的运行在地球轨道上的空间站 届时中国还将与16个国家展开科学合作项目 当然老规矩肯定是要将美国人拒之门外的 根据官方的说法 不是中国人小毒机箱蜘蛛比较 而是美国人的技术没有达标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看 吃了闭门羹的美国人最近在干嘛呢 2021年同样也是NASA非常繁忙的一年 除了上个月顺利登陆的伊利浩火星车 7月份的时候还会发射DART任务 它将飞网并撞击小行星Didymus 用来测试人造飞行器对小行星轨道的影响 讲人话就是为将来的地球行星防御提供数据 之后还会开启为期12年的Lucy任务 将首次探索木星附近的特洛伊小行星带 主要是研究太阳系内的行星起源 10月份的时候还会把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送上天 这个望远镜已预算严重超标文明 目前已经是高达100亿美元 相当于100架F35战机的费用 它的主要任务是调查大爆炸理论的 参与红外线征军 翻译过来就是探索宇宙起源的奥秘了 这件项目如果单独拿出来说 每一个的技术难度都不会比天空号更低 但这段时间如果谈到美国的航天事业 估计大家的关注点都在SpaceX身上 而NASA下半年将要启动了一项庞大的计划 伊隆·马斯克是有参与脚的 它就是阿尔特明斯计划 即重返月球 其目标是于2024年在月球南极区域 再次实现载人登陆 预计今年之内将会首次进行两次月球商业载荷 将首批11个NASA的无人着陆器射往月球 整个计划还包括发射系统 月球轨道空间站和人类着陆系统等 其中SpaceX拿下的就是这个HLS载人着陆器的合同 到时候预计使用新件 一次性就能将100吨的载荷发完月球 顺便一提,这就是相当于一整个天空号空间站的重量了 NASA的这一次重返月球的目的很明显 不想再搞成以前那种月球插旗日游了 而是打算在2030年以前建立永久的月球基地 为深度开发月球和千万火星做最后的准备 这里咱们就说到重点了 现在的太空近扇已经是由探索阶段 逐步过渡到开发利用阶段了 而要开发利用就必须要高度商业化 在自由竞争条件下的高度商业化 说到这里,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要开始对比 中美太空计划的优劣了呢 很遗憾,压根没发对比 一个还是在探索阶段摸着石头过河 一个已经是要到外太空挖矿了 你还别不服气啊 人家禁地轨道摘重60多吨 试完了可以再收回来 你摘重20多吨,发上天到处打转 这里我还是得稍微再科普一下 估计很多朋友都觉得火箭残骸在天上肯定是要失控的嘛 但事实上自1979年美国天空实验室77吨的残骸失控坠落以后 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宇航大国都会设法确保火箭阻断不留在太空 而是进入飞行轨道 有目标的建立在海洋里 而长征五号它不是第一次失控 它是次次都失控 因为它在设计上就没能够遵循可控坠毁的思路 只能是发射一段时间后 任由地球引力将其拖回大气层 是拖到哪里算哪里 去年五月长征五币首次发射六天之后 二十多吨的火箭残骸坠落在西非国家科特迪瓦境内 毁坏了那里数个村庄的多栋房屋 我知道说到这里又会给我找什么起不管底子薄之类的借口 你底子薄你薄得过一个搞美版支付宝的平头百姓吗 甚至也许再过几年 你连那个做美版天猫的都打不过了 那么是不是我又要开始喷举国体制了呢 也不是 恰相反 我觉得中共在航天领域采用的并不是举国体制 要知道其实在中国不是没有民营航天企业 是有的 比如新晋荣耀蓝剑航天之类的公司 当然咱们都别装外宾了 在中国国之重器只能掌握在赵家人的手中 要么你主动做华为 要么你被动做阿里 但是我相信在中国肯定是会有像伊隆马斯克一样的人才 甚至天赋远在其之上的也并非不可能 只是这样的人 这样的狂人 只会有一个下场 要么寻知 要么三天 单说那个新链计划 就够枪比你一百回的了 探索太空在郑村稳定面前 实在是不值一提 你一切的目标事实上都是在为稳定而服务的 这不是举国体制的同志们 这是举家体制 举造家体制 其实咱们如果换个角度想 在航天探索领域 美国的这种模式 反而才能算是真的举国体制 因为他能让社会的每一个细胞都自主的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史无前例的运动当中 是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大块头的吃肉 小个子的喝汤 人家的首富们想要征服的是星辰大海 而你的首富却只能窝在家里面写检讨 你说这样的比赛 你要怎么玩呢 当然了 在中国有需要的时候 也可以让人们在屏幕前高喊 我们的阵徒是星辰大海 而在不需要的时候 反手就是一个士林士 长此以往 一个社会便失去了一种精神 一种叫做时事求是的精神 而这四个字却是赛先生最需要的 而且不要以为社会上的风气 不会影响到科研领域 他一定会的 比如前面那个十六国 争先恐后参加天空号项目的新闻 这种东西你就不能点进去细看 你一旦点进去你就会发现 这参与的没有一家是正儿八间的宇航局 或者是商业航天公司 连俄罗斯航空局都没来 只有一些大学和民间组织 我想这个也很好理解 不是每一个人都敢与狼共舞的 再者前面被国内媒体吹得神乎其神的 独门神器霍尔推进器 其实早在1960年代 美苏两国都对其进行了研究 但是美国这边的研制很快就终止了 因为他们发现霍尔推进器的等力之体 具有不能抑制的不稳定性 实验得到的推进效率很低 于是开始转而研发离子发动机 并最终取得了成功 这个牛一旦吹起来了 是停不下来的 卫星放上天容易 想要收回来可就不那么简单了 而反观最近很火爆的Starship 人家是真的各种爆 在这一年的密集测试里 星舰总共发射了十多次 是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而且你说它爆就爆了吧 它也要给你直播出来 就不显脸丢得大 但即便这样 它依然中了NASA登月的标 这个可不仅仅是因为它便宜 也不是因为它长得好看 更是因为它的实践次数最多 而实践始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那么开头我为什么要说 我依然觉得天空号项目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呢 首先不管政治立场如何 不论技术水平高低 它依然算是人类对以罗探索的一项尝试 能够与世界各国同台竞争 对科技的出境肯定是有帮助的 而且比起地球上的军备竞争 在太空里的竞争显得更加文明一些 最多的后果就是制造一堆太空垃圾而已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大家不妨想一想 当年的苏联是怎样垮掉的 而现在 现在的所有人自身上 能够在一种限制的方式 将来来解释 的重要性的自由 我们听很多从 Moskow 关于一新的政策 的改革和拓协力 有些政策的政策 有些政策的政策 有些媒体的新闻 不再被闪了 有些政策的金融 有些政策的政策 有些政策的政策 有更多自由的控制 are these the beginnings of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Soviet state or are they token gestures intended to raise false hopes in the West or to strengthen the soviet system without changing it we welcome change and openness for we believe that freedom and security go together that the advance of human liberty reduced months refugee we have been легко there's one sign the Soviets that would be unmistakable there's a whole and peace General Secretary Gorbachev if you seek peace if you seek prosperity for Soviet Union in Eastern Europe if you seek liberalization come here to this gate Mr. Gorbachev Open this gate And we have ignition Starship heading back to the landing zone 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 And Starbase flight control has confirmed As you can see on the live video We are down The Starship has landed